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十章 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就是在十章十节说 贼来了,不过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主元素来,他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 而这边说,盗贼来是要破坏和杀害 耶稣说,他就是好牧人 羊是谁呢?羊就是指那些跟随他的人 这是耶稣和犹太人的对话 那我们知道当我们读第十章的时候 其实他是接续第九章 在第九章里头,记载了耶稣预制了一个瞎眼 生来是瞎眼的 那么因为他预制了瞎眼的 而者来,犹太人对他的争议和不满 藉着主耶稣非常认真地告诉法利塞人 是他们不按理带那生来就是瞎眼的 他们本来就是应该是瞎子的牧羊人 对吗? 法利塞人他们是宗教领袖 他们应该是要带领这些犹太人 神的子民,这些羊群 他们要保护他们,他们要照顾他们 但是呢,这个本来是羊的牧羊人 这个法利塞人 他们却把他的羊赶出会堂 他们把那个虾子赶出会堂 而耶稣呢,他才是真正的牧人 而耶稣不但医治了虾子 他给他的生命 所以在这里来到第十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耶稣是以羊圈的比喻 来教训这些法利塞人 在圣经中 神常常以牧人的形象出现 我们在创世纪啊 以西节书啊 诗篇都也看到 最让我们特别熟悉的就是在 诗篇三篇里面以牧者的诗篇 诗篇二十二篇 主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 二十三篇呢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缺乏 那主的复活 而做羊群的大牧者 二十四篇 主是荣耀的牧长 那么在新业里中 也有称主耶稣是羊群的好牧人 大牧人和牧长 在约翰福音这个第十章里头 在这短短的十六节里头呢 我们看到羊总共出现了二十亿次哦 而有三次提到好牧人 所以这一篇呢 我们就看到 主要带出的就是这个羊 这个好牧人跟羊的关系 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今天有一颗敞开的心 让我们能明白 主啊 今天我们知道 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感谢赞美尼赐福于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今天我们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呢 我要把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就是一到二十一节 这边讲到好坏的牧人有别 在第一章 在第十章第一到第十节 这边说 耶稣说他是羊的门 第一节就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那不从羊 不从门进羊圈的 倒从别处爬进去的 那人就是贼 就是强盗 而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字叫羊 自己的羊 领他们出来 他把自己的羊全部领出来以后 就走在前头 羊也跟随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他们却不会跟随陌生人 反而逃避他 因为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 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个比喻 他们却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 第七节 于是耶稣又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所有在我以前进来的都是贼和强盗 羊却不听从他们 我就是门 如果有人借着我进来就必得救 而且可以住可以入 也可以找到草藏 贼来了 不过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那我们看这个图片的时候呢 其实在古代以色列 这个是以色列的羊群 那牧羊人呢 会睡在这个门口的 这个羊群 其实在原文里面就是燕子的意思 那么就是在村庄里呢 会用一个石头 石墙或者是栏杆 篱笆围起来的一个空地 那么他们仅有一道门可以进出的 通常呢会有几家的羊群 他们在羊圈里面会过月 牧人们呢会把他们的自己家的羊群 赶进那个圈 然后呢 他们就会请一个看门人看守 然后他们就会回家过月 次天这个牧人回到羊群呢 看门呢就会给他开门 而这个牧人会一一的按着 名字叫他的羊 那羊呢 他会跟着这个主人的后面 走出羊群 那有时候呢 强盗或者是贼 他们会从怎么样呢 从墙篱笆里面爬进来羊圈 偷羊的 不认识他们的羊呢 就会四处乱跑 所以呢 这边讲说 这个羊 只有一个门可以进跟处 而牧羊人通常呢 他就会坐在那个门口里面 休息或者是守护 主要呢 就是避免 避免有狼啊 或者是盗贼进来杀害 破坏他的羊 同时呢 他也会带领他的羊 走出羊圈 所以一到二十一节呢 我们看到这节经文 其实主要呢 他是警戒着第九章 第九章讲到 耶稣抑制了那个瞎眼的人 发誓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那主耶稣 抑制之后呢 他继续向法利赛人来谈话 所以这篇 我们看到耶稣说 羊跟牧人 主要呢 是犹太人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他们都是牧者 他们都是群牧来的 所以他们是非常熟悉 羊的本性 以及牧者的本质 他们的责任的 所以耶稣在这里 他对法利赛人来谈话 他对他们讲了 牧羊人在羊圈的比喻 在这个比喻里面 说明了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 牧羊人呢 他是有门进入羊圈的 第二个就是 牧羊人与羊 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这个牧羊 真正的牧羊人 他是认识他的羊的 他能叫出羊的名字 羊也认识他 听他的声音 并且呢 是会跟着他的 羊群呢 他们是不会跟随别人 他们不会跟着陌生人的 犹太人的牧羊人呢 他们经常是走在羊的前头 带领着这些羊群走路 所以牧者是走在前头 羊呢 他们会认得牧者的声音 他们会跟随着牧者的 所以在这里 主耶稣说 他是好牧人 他引领着他的子民们 他在前头 引领着他们 让他们能走当行的路 而羊也会跟随着他 如果一个人不跟随主耶稣 显明的 他就不是属主的人了 凡是属神的人呢 他就会听神的声音 在这里第七节 主耶稣说 我就是羊的门 表明 耶稣基督他是神 他就是进入神国的门 凡是经过这门的羊 他们就会有草吃 他们就会得饱足 他们得到救恩 他们得到保障 他们得到生命 但是如果不是经过这门 进入羊圈的 那就是贼跟强盗 他不会死到羊 得到草吃 也不会得到生命 也没有保障 那在这里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耶稣所要指的 这个贼和强盗是谁呢 就是指这些不幸的法利塞人 那前面一章 那天生瞎了眼的眼睛 他对法利塞人 两次见证了耶稣就是从神而来的 是敬奉神的 但是法利塞人呢 他们还是不能领受 所以假牧人是不认识他的羊的 羊也不会听假牧人的声音 所以这个天生瞎了眼的人 他跟踪了耶稣 而不是跟踪了法利塞人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看见 这边我们看到的 耶稣所要带出的就是 耶稣就是羊唯一的门 他就是唯一能让人来到神的面前 他就是唯一能让我们通往救恩的门的 第九节 所以他就是那个门 借着他的救必得救 他很清楚的在这里讲 而且呢 不但如此 第十节我们看到 耶稣说 他能使羊得生命 他不但是给他们救赎的生命 同时也使他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更丰盛的生命 不但是灵魂得救 同时在生活各个层面 我们得到智慧 我们得到保护 我们得到平安 我们甚至得到能力 在我们生活每个层面里头 都有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 所以呢 如果人要到神那里去 要进入神的圈里面 进入上帝的国里面 必须由基督的门进去 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因为基督才是通往神唯一的门 不是靠律法 不是靠传统也不是靠条规 第八节说 所有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和强盗 羊却不听从他们 法利塞人啊 祭司长啊 这些人他们都是假牧人 他们都是在耶稣以前来的 他们假冒弥赛亚的名 他们是假先知 假教师 假教师 他们中间呢 有一些人还自以为 实在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的 但是这些强调 强盗 羊总是不听他们的声音 他们是在基督以先来 为施利而来 所以呢 这些人 这些强调跟贼是什么 是来破坏的 他们呢 是要来 就是要夺权 他们只要权力 他们要地位 所以在耶稣之前呢 有些人呢 也用基督的名 假道理 招谣 创骗信徒 而这些假基督 假先知 就是所指的强调 强盗 在主再来之前呢 在马太福音24章第59 我们看见 主再来之前呢 也会有更多这样的人出现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说 这里 在这节经文 第10节讲说 耶稣说 我来是要叫羊的生命 所以我们很清楚 这里所指的羊 就是谁呢 就是叫人 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感谢赞美主 这些经文 给我们宝贵的应许 主耶稣他来 他是要给我们 丰盛的生命的 丰盛的生命 也包括是精神的 上帝是关心我们的 他体恤我们的 他要给我们 是超过我们 所求所想的 他就是那个大牧者 所以在这里 我们接下来要看的 在11到18节里头 我们看到 耶稣在比喻里头 他说他是好牧人 11节说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为羊舍命 好牧人呢 是认识他的羊的 而羊也认识他 好牧人呢 他会带领那些羊群 而这些羊群呢 也会听见 这个牧者的声音 同时呢 耶稣也说 好牧人呢 他是会看顾 那些迷失的羊 迷失的羊 那些圈子以外的羊 就是指那些 除了犹太人之外 也是外邦人 好我们来看 14到15节 这边说 14到15节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好像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样 这边所讲的认识 其实在犹太人的意思当中 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 这种关系上的认识 已经超过我们知识上的认识 所以在这里 当耶稣讲 他是好牧人的时刻 好牧人 他是认识他的羊 所以他不但是认识 他是跟这些羊 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就像他与父一样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见 看见耶稣与牧人的一个关系 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 同时呢 主耶稣也解释 牧羊人与羊的一个关系 他指出好牧人的特质就是 这个他们的关系 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可以来到是 他是为羊舍命 他认识他的羊 他带领他的羊 他是为羊舍命 我们确实知道 主耶稣确实来 他为世人盯盛在十字架上 他把生命给了我们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就是要我们得生命 为的就是要我们得永生的生命 不但如此 他要给我们得丰盛的生命 得盛的生命 所以好牧人在这里说 他好牧人是与故宫不同的 这边讲说 那座故宫的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一见来 一见狼来 就把羊群撇下逃跑了 所以故宫是怎么样的呢 故宫呢 他只顾自己的生命 那当危险来的时刻 怎么样呢 他会先跑 所以呢在这里 其实耶稣很讽刺的 他要说 法利塞人 其实他们就是故宫 他们不是牧人 他们不是那个门 从他们进入的 他们无法得到生命 所以好牧人 他看顾他的羊群 因为羊是他自己的 但是呢 故宫怎么样呢 故宫 羊不属于他的 他不过是一个被请来的 所以故宫 他不认识他的羊的 他不认为这些羊 是他自己的 所以他看到危险的时候 他会先跑 他会以着自己的利益为先 他不会顾念羊群的 所以主耶稣说 他才是真正的好牧人 所以呢 耶稣不但是说 他是犹太人的牧人 同时他说 他是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 不是这圈里的 其实在这里 他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外邦人 就是犹太人以外的 其实在犹太人以外呢 耶稣也要成为他们的牧者 耶稣说 他认识他们 也会向他们说话 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 我们知道说 上帝使所有的人 都要成为他的羊 他要成为所有人的牧者 所以在这里第一段 我们就看到 耶稣才是羊的门 耶稣才是真正的牧者 到底谁是真正的牧者呢 耶稣是真正的牧者 唯有借着耶稣 我们才能进到神的国里面 我们才能得到这个永生 才能得到丰盛的生命 没有其他的方法 也没有其他的条规 或者是其他的传统 其他的教育 唯有主耶稣基督 所以今天呢 谁是你真正的牧人 那么你认得这个牧人的身影吗 在第二段我们要来看的就是 犹太人与耶稣起了枕枝 在这里 在十九到二十一节 犹太人因着这些话又起了纷争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说 他是被鬼扶的 他们不相信耶稣所说的话 主耶稣他说了这番话 他就是很清楚的 很明显的说了 他就是那位好牧人 给人生命的 看顾羊群的 但是犹太人听了怎么样呢 他们还是不信在那边就起了纷争 很多人就不相信 所以其实我们在约翰福音里头 我们看到犹太人跟耶稣 法利赛人跟耶稣 很多次都起了纷争的 他们就常常起纷争 从前几章我们也看到 来到这里的时候 每一次耶稣一醒了这个神迹 或者是每一次耶稣就宣言说 他就是来 他就是神 他就是上帝所差派来的时刻 犹太人呢 他们就怎么样呢 他们就争议了 为什么呢 因为犹太人 他们不信耶稣 他们也不信耶稣所说的话 其实他们听不懂耶稣的话 其实弟兄姐妹很多时刻 我们也是听不懂神的话 今天神的儿女 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毛病 我们总是很主观的 很多时刻 我们都是按着我们的喜好 来听神的话 我们听很多很多的声音 但是我们要听对的声音 我们要听什么声音呢 我们要听什么呢 我们要听神的声音 我们要听神的声音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只是单单选择 听喜欢听的声音 有太人不喜欢听耶稣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常常指责他们 那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真的是自以为义 他们把律法看过于律法的主 他们遵守律法 可是他们却拒绝律法的主 所以他们自以为是 他们定了很难守的这些律法要求 使到一般的百姓是做不到的 他们不但自己做不到 不但不愿意别人做 他们自己也做不到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看见 他们真的是 所以他们听不进去 他们觉得耶稣常常是来来制责他们的 敌对他们的 所以他们听不进耶稣的声音 因为他们不喜欢听 可是耶稣的声音 耶稣的话是不是正确的呢 是的 耶稣的话就是真理 对吗 耶稣的话就是正确 耶稣的话就是开导他们的盲点 可是有法利塞人还是不相信 他们不愿意相信 他们不是不能相信 他们不是不明白 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相信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有时候呢 神会对我们说话 有时候神会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 我们听得懂吗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有法利塞人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们自以为义 我们自以为是 或者是我们觉得 好像耶稣的话 好像对我们 责备我们 所以我们选择不去听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智慧的去选择 听神的声音 我们不但要听见神的话 我们还要听懂 听懂是很重要 你认识神的话语 你听了很多的道 你也读了很多的圣经 但是你听得懂神的话语吗 你听知道 上帝到底要跟你说什么吗 到底今天神有什么命令 要你遵守的 或者今天上帝有什么教训 有什么劝勉 要让你帮助你 使你能求正的 免得你有事物 神是要带领你进入到更丰盛 所以在33节 我们看到犹太人对他说 我们不是因为上司用石头打你 乃是因为你说了潜望的话 又因为你是个人 竟然把自己当作神 真的是很可悲 可悲的犹太人领袖 他们有很多圣言 他们有摩西律法 有神的话语 甚至他们也亲眼见过 耶稣行的神迹 但是他们就是不信他所说的话 他们听不懂 因为他们认为 耶稣说了潜望的话 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呢 主耶稣说他们不是属他的羊的 他们不认得他的声音 如果是主的羊 主真正的羊 必认得主耶稣的声音的 所以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盲点 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要避免 我们避免有这样的一个盲点 我们要留意 有时候我们心里的邪恶的动机 也会让我们无法听从 听得懂神的话 求神给我们个谦卑的心 让我们能真正的去信靠神 让我们做一个真正是属于神的羊 我们听得懂神的话 其实上帝的话 并不是很难懂的 只要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 放下我们的思义 我们谦卑的 求圣灵来带领我们 求圣灵来开导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是可以明白神的话语的 因为我们不是用我们的人的意识 读进神的话语 而是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 圣灵把神的话语读出来 所以犹太人为什么呢 犹太人他们自以为是 他们期待自己心里的这个弥赛亚 他们心中有一种 他们所要求的弥赛亚 所以他们的动机是不对的 所以他们无法明白 他们无法接纳主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 主耶稣所做的事 所以可悲不可悲 实在很可悲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那我们来到第二段 就是22到42节呢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这里讲到就是 犹太人他们不信耶稣 犹太人以耶稣的真挚 他们不信耶稣 22节 讲到说在耶路撒冷 修殿节到了 那时是冬天 耶稣在殿的所罗门 郎上走过 所以呢当耶稣在这里走过的时候呢 犹太人就围着他 对他说什么呢 你使我们心里 现货不定要到几时呢 哇你看这些 这些犹太人还来责怪耶稣 是耶稣使得他们混乱 诶想想看 到底是耶稣使得他们混乱 还是耶稣带领他们 进入真理当中呢 真的是很可悲 再来到这样一个地步 耶稣讲了很多的话 要帮助他们 引导他们 但是他们还是不明白 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盲点 其实法利赛人本来是爱律法的 遵守律法的 可是因为制意 因为制意一直抓牛角尖 到最后的时刻 他们却把律法定到很高的水准 变成人很难去遵守 而看律法过于 过于尊重律法的主了 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边讲到呢 修电节 什么是修电节呢 其实修电节呢 它也被称为是现电节 那是在 如果是在旧约律法书中呢 是没有这个节日的 可是呢 是在新月两月之间的时间才成立 那就是在主权168年的时刻 徐利亚王安提阿古 一匹凡尼 他占据了耶路撒冷之后呢 他就在圣殿里面呢 建造这个拜偶像的祭坛 他让有色列人 看为最不洁净的猪子 猪啊 当着这个祭物 他真的是玷污了圣殿 所以呢 犹太人他们就起来反抗 就在三年后呢 犹太马 犹大马加比呢 他就领军反抗 他就打败了这个叙利亚王 他洁净了 而且修复了祭坛 以圣殿 那么在主权165年 犹太智利 就是在 犹太智利是9月 那同时是 就是12月年尾的时刻呢 他们重新的 把这个圣殿献给神 那么从此之后呢 犹太人 他们每一年 就会守这个节日 通常他们会遵守八天 就是每一家呢 他们会挂灯 点灯 他们会挂 挂灯 点点燃 好像这个图片这样子 甚至呢 有一些人 他们每天会加多一支蜡烛 所以呢 这个也有称为什么呢 烛光节 或者是光明节 所以在这里 24到26节呢 这边讲到说 犹太人 他们由于不觉 他们由于不觉 然后这边讲到 他们由于不觉 他们面临耶稣的话呢 他们怎么样 他们还是不相信 他们还是不相信 尽管呢 耶稣宣称 他就是基督 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 在这里 他们不相信 他们不是不能相信 而是他们怎么样呢 而是他们不愿意去相信 他们不愿意去相信 所以呢 他们是不是神的羊 他们不是属神的羊 他们不是主耶稣的羊的 如果主耶稣的羊 他是会相听了 会相信主耶稣的话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信心是很重要的 犹太人他们不信 是因为他们有不动的对动机 他们里面有不动的对动机 所以我们看到主的羊 是有永生且大有保护 主的羊 他会听见神的声音的 27节说 我的羊听见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随我 我试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所以也不能把他们 从我手里夺去 哈利路亚 感谢善美主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 能听主耶稣的声音 跟随他的 那就是主耶稣的羊 而这个羊 没有人可以把他们 从神的手中夺去的 在这里神给我们 一个很大的应许 谁也不能把他们 从我手里夺去的 所以永生是神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自己努力来的 是上帝 耶稣基督 白白的赐给我们 所以主耶稣赐给我们 就没有人会把我们 从他手中夺去 因为为什么呢 神说 他必见过我们 他必叫我们 在主耶稣的日子里头 无可责备 所以呢 主耶稣的羊 对主耶稣的爱 必然是忍耐到底的 一个真正信主的人 他是不会失去救恩的 如果一个人信主的话呢 他会很渴慕 他会很想认识主耶稣 他会爱主 他会跟随主 他会去遵行主所吩咐的 对吗 同样的你会去做 你所爱人喜欢的事情 你不会去得罪他 你没有想到要去背叛他 如果你是真正相信他的人 所以呢 你会爱主所爱 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 他会有软弱 但是呢 他怎么样呢 他会有软弱 但是他不会失去救恩的 会在软弱里头 他还是会起来寻求神的 他不会离弃神的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人 暗心会冷淡 为什么有一些人呢 他们会离开主耶稣呢 那是因为他们从开始的时刻 他们就不是属于耶稣的羊 我主要说的就是说呢 从开始他们就打从 没有真正的去相信主 可能他是动机上不对的来信靠主 或者是他们用知识的层面来相信主 他们跟神没有建立一个很亲密 正式的一个关系 所以相信主 信主呢 必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所以在这里耶稣刚开始前面就讲到了 他跟羊的那个关系 羊与牧者的关系是很亲密的 所以呢 属于神的羊 没有什么能把他们从神的手中剁走的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我们无论在怎么的一个环境 处境当中 即使有时候我们得不到神 应于我们的祷告的时候 你要记得 神仍然是你的牧者 他不会离弃你 所以在这里30到38节 我们就看到 在这里就看到 主耶稣 他就在宣告 他就是神 上十节说 我以父原为义 原为何而义 上十这个 我以父原为义 这个义 我以父亲 这个义的 在希腊文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 后者 以前者 是同一位的 是同一位的 如果在一个英文翻译本 他说 I and my father are one 我们是怎么样呢 我们是同为义的 我们是同为义的神来的 所以在这里 耶稣已经很清楚的表明 他以父原为义 所以呢 他就是那个米赛亚 他说他已经做了 而且他已经告诉他们了 如果你看到耶稣之前 他都说 他已经是基督了 那么呢 在第38节 耶稣也说 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父里面 是不是耶稣说 他就是以父赫尔为义 他就是米赛亚 他就是神的儿子 他这个是绝对的 但是呢 在这里 刚才我所讲的 犹太人怎么样 犹太人说 是你使我们由于不定 你如果是基督 你就明明的告诉我们 真的是很可悲 之前耶稣不是明明的说了吗 为什么还要明明的说呢 其实在这里 我们看到 问题不在于 到底说的清楚不清楚啊 问题是在于 你听得尽吗 你听得懂吗 问题是在于 你愿意去相信吗 所以在这里 我们确定的看到 是因为他们不信 他们不愿意去相信 所以呢 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里我们看到 法利赛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王梗 他们就是因为不信 所以他们不属神的羊 所以我们看到 39到42节 最后我们看到 这个争辩的结果是什么呢 争辩的结果 当然犹太人 法利赛人当中 有一些是不信服耶稣的 可是呢 这里说到 有一些人是信耶稣的 他说 他们又要拿他 他却逃出他们的手里了 耶稣又往越旦河外去 到了越汉 起初施洗的地方 就在那里住了 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 他们说 越汉一见神迹都没有行 但越汉指着 这人所说的一切的话 是真的 在哪里呢 信耶稣就多了 所以犹太人 最后呢 他们还是要捉拿耶稣 那因为 主耶稣不但没有否认他所说的 反正证明他所说的是出于神而来的 证明自己就是神的儿子 犹太人呢 就想要捉他 可是我们看到在这里呢 主逃脱了他们的寄谋 他离开他们 他离开他们 他去到哪里呢 他就来到越旦东的 这个布达尼 这个地方就是 施洗耶汉的地方 这里的人呢 他们很多都是听了施洗耶汉 受施洗耶汉的洗礼 也是洗礼的跟随者 所以主耶稣所做的功和所行的神迹 已经证明了 他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基督 他们从施洗约翰那边已经听过了 如今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 他们相信了 他们相信了 他们的心也没有被蒙蔽 他们相信了 他们信了呢 他们就成了主的羊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但愿我们都是主耶稣的羊 我们听了 我们就能相信 当然有时候我们传福音 一些人信 一些人不信 但是没关系 属于神的羊 他必会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话 所以我们来反思 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来反思这两段经文里头 很宝贵的应许 是主给我们的 第十节说 贼来了 不过是要偷窃 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将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二十七节说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走 谁也不能把他们 从我手中夺走 我很喜欢这句话 谁也不能 把他们从我手中夺走 主耶稣他是 是生命的大牧者 他要带领我们 进入到神丰盛的荣耀里头 上帝说 他要将那荣耀充满 充满在这个早已经蒙 早已经应许要得荣耀的 这个器皿当中 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早就被神蒙拣选的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 他应许我们 他要以恩典跟仁慈 陪伴着我们 用他大能的绑壁 守护 保护着我们 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大牧者 免得呢 我们能落入世人的网罗 跌入撒旦的圈道 神给我们是丰盛的生命 所以上帝不但给我们救赎 有时候我们人生 我们会遇到一些考验 有时候我们一些患难 但是在这个患难考验当中呢 上帝不允许这个盗贼来破坏 来杀害 上帝要透过这些患难 或来考验我们 建立我们 使得我们能很真实的去认识 去相信这位主 那我们就是真正属于他的羊 而且神也应许我们 我们是属神的羊 哈利路亚 我们是属神的羊 我们必会听见主的声音 有首歌说 我一生只听主的声音 我一生只听谁主的声音 我认得我的羊 他是我的大牧者 我们承认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牧者 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声音 这个世界有很多负面的声音 这个世界有很多虚假的声音 欺哄的声音 我们要分别 我们要认真着去听神的声音 并且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 现在是圣灵的时代 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里面一个柔和谦卑的灵 使我们能来领受神的声音 我们能听得懂 主今日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好像我们能带着真正的信心 走在这个信仰的道路当中 你走在一个永生的道路 你走在一个永恒的道路当中 在这条路上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可是主与你同在 他不断的对你说话 他给你智慧 给你方法 给你策略 使你在各种不同挑战的环境当中 都能得胜 哈利路亚 是的弟兄姐妹都能得胜 我们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的天父 我们要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 哦是的主啊 你让我们每一天清晨 能透过晨曦干露 在敬拜里与你相遇 是的主啊 透过清晨干露主啊 在祷告里与你相遇 主啊 透过清晨干露 我们甚至在你的话语里头 主啊与你相遇 主啊 谢谢你 再次的今天 你肯定我们说 你就是我们的大牧者 是的主啊 你是唯一的门 是你带我们进入到永生 主啊 不但如此 你不但给我们永生 主啊 你也让我们在这个永生的路程当中 你给我们丰盛 你给我们得顺 你给我们能力 虽然主啊 很多时刻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挑战 我们有很多的困难 主啊 我们有困难 但是主我们知道 哦主 你在我们的前面引导着我们 你就是我们的大牧者 你认识我们的圣灵 你知道我们的需要 你甚至愿意为我们而舍命 主啊 谢谢你 我们一生要认定 我们要跟随你 哦主啊 我们要来跟随你 我们知道 除了你以外 别无他名 别无他名 没有其他的方式 主啊 不是传统 主啊 不是文化 不是教条规 主啊 没有任何的教条 能让我们 主啊 走到这个得顺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中 唯有主耶稣基督 主啊 谢谢你坚定我们的信心 主啊 我们也说 神啊 我们要做一个认得牧者圣灵的羊 跟随牧者的羊 哦 是的 主啊 我们说 我们是属于你的羊 我们要听见你的圣灵 我们要听懂你的圣灵 圣灵啊 求你来 圣灵啊 求你来光照 圣灵啊 求你来帮助我们 主啊 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听懂你的声音 是的 主啊 我们谢谢你 赞美你 主啊 感谢你哦 圣灵谢谢你 今天成为我们的大牧者 成为我们的引导者 来帮助我们 赞美你 主耶稣 赞美你 主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祝福大家今天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